如果你是一个胖子,肯定经历过喝凉水都飙体重的烦恼 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 美国心理学会曾做过研究 发现节食两年下来高达三分之二的人反而比节食前更重了 人类减肥几千年,为何越减越失败? 古代经常以万为单位饿死人 吃不饱饭的平民们对胖子羡慕还来不及 有些贵族却觉得过胖可能影响身材和健康 发明了节食之道 古希腊医学之父西伯克拉底 烦恼腹部的脂肪堆积 提倡饭后快走 他还煞有其事地把牛西草、醋和盐勾兑在一起 调成饭后饮用的催出剂,双管齐下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大批饮食著作相继在欧洲出版 宣称口味清淡的食品可以健康长寿 1863年成功减下了40斤的威廉班廷 决定向公众安利自己的减肥方法 于是自掏腰包出版了一本《倡导减肥的小册子》 一封写给公众的关于减肥的信 这本小册子提出要限制糖、淀粉等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 来减肥的概念 从19世纪火到了21世纪 至今节食瘦身法仍被称为班廷减肥法 自此减肥的概念正式进入了大众视野 不认同肥胖是因为摄入问题的医师 开始思考有什么被动消质的方法 比如开灯睡觉可以帮助脂肪燃烧 还有一些天才想法简直是要了胖子的命 德国巴登巴登温泉区的按摩疗法就特别猛 医师们捏住肥胖患者腹部的肉用力挤压 或者跪在患者的腹部上促消化 肥肉不一定能减下来 但皮下出血痛哭流涕是肯定的 浪漫的法国人则喜欢放电 他们躺在躺椅上用连接电极的湿毛巾覆盖身体 负责治疗的医生则用50毫安的电流通电 使患者的肌肉每分钟收缩100次 医生坚信电疗一小时就等于穿着厚毛衣跑上16公里 减肥效果极好 而最简单粗暴的手术抽脂法也是出自法国医师之手 1928年法国的一位女模特为了瘦腿 要求外科医师为她做腿部整形手术 但因为技术不成熟 手术失败 腿上生了坏鞠 惨遭截肢 光怪陆离的被动去脂法已经非常感人 靠吃来减肥的方式也走出了不少邪门歪道 20世纪初期 英国医生爱德华谢佛创立了内分泌学 当时英美的国家认为 人身体的很多奥秘都与内分泌及荷尔蒙相关 比如肥胖就很可能是因为缺乏甲状腺素导致的 于是多吃点成了减肥的良方 1910年减肥药横空出世后 各种神奇的小药丸开始出现 许多药物里不仅添加了不少点 还有寄生虫 美国在30年代流行过吃掏虫的方法 让掏虫在肠内成熟并吸收食物 不过这种方式不仅会导致吐泻 呕吐 严重的还会引发脑膜炎 癫痫甚至痴呆 同时期 一种给士兵提神的药物 安非他明 也被用来做减肥药 不仅效果好 还能吃上瘾 因为安非他明的成分和麻黄碱有关 麻黄碱你可能不太熟 但它稍加改造就可以做成冰毒 1952年 美国的安非他明年产量已超过2.7万公斤 若以10毫克一剂来计算 足可以生产出30亿剂的减肥药 二知识基60年代起 世界各国开始限制安非他明的使用 很快 另一种化学物质又被合成了出来 名为分弗拉明 这种药物可以抑制食欲 还不上瘾 顶多让人恶心焦虑 不过因为减肥效果不好 并没有活起来 90年代初 罗切斯特大学教授迈克尔·温特劳布 把分弗拉明和市面上 另外一种叫分特明的减肥药 合起来发明了分分 减肥效果岂好 但到90年代末 出现了上百例致命心血管疾病患者 你以为这奇幻的一切 只发生在肥胖大国美利坚 非也非也 食品工业的发展 让人们越来越容易胖 以瘦为美的规训 也让减肥早已超越了健康的内涵 当中国人们开始思考 如何躺着就能瘦的洁净 各种减肥保健品 也开始大行其道 你曾经熟悉的太极驱美 其实是仿造1997年 美国FDA批准的西部驱明 它可以增加饱腹感 抑制食欲 2004年1月1日至2010年1月15日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共收到西部驱明相关不良反应报告298例 2010年前后 因为导致的心脏及神经系统 不良反应报告较多 西部驱明在美国和欧盟都下架了 我国也随之停止了驱美的生产和销售 据统计 现行有效的国产减肥保健食品 使用频次最高的三种原料 依次为荷叶绝银子 左旋肉碱 绝银子和手屋等中药的有效成分是恩坤 在临床的使用上 长期或大剂量服用含恩坤类中药或药物质剂 会引起结肠黑便病 药物性肝损伤等不良反应 荷叶里的生物碱 荷叶也没有进入卫生部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之列 而左旋肉碱 也不是一种经过正规药监部门批准的减肥药物 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可靠的实验证据来证实它的减肥有效性 所有告诉你能躺赢的减肥方法都是耍流氓 你以为你在追求完美 实际上是把自己装进了别人定义好的窗 大家好 我是万物 今天的史就剪到这了 还想看我剪达什么 请在后台给我留言 对了 对吧 我机会 我猜3 你会遇见 你妈 colonialis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